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早上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令人激动的新课题 鸟类 明天我们要穿越鸟林 对鸟进行观察 然后去雄研究院和真理教授见面 但是崔老师 鸟很没意思 没错大哥 也许我们应该学点真正刺激的东西 比如恐龙 事实上鸟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避开我们的课题 我不希望任何人躲开指定的任务 或者半路上跑开 随便说一下 很多专家认为鸟是恐龙活着的近亲 比蜥蜴还要近 所以我认为那是他们很刺激 哇 这些我都不知道 鸟类 真是太好了 当他们看鸟的时候 我可以在树上建立自己的 嗨 崔姐老师 熊小爹告诉我你们要研究鸟 我收藏的羽毛可以借给你 你真是太好了 熊小妹 谢谢你 你要是感兴趣 可以和墨小亚一起 参加我们班的活动 也许你可以收集到一些新的羽毛 你看到他们,Freddy? 我看到他们,Brother 哦,Look 哇 过来,Guys 哦,No! 它的封面是破坏 其实,It's fine 那是个鸟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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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个鸟叻叻 它会使用鸟叻叻 它会使用鸟叻叻叻 哇,Birds真的更有趣 那我认为 我们可以把鸟叻叻 我们可以把鸟叻叻叻 来这里,Right next to the Royal Bridge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est treeport tree in Oliverdorswood 拍到他们了吗,KangKang 拍到熊小弟 哦,看呢 哇 那边,伙计 哦不,它的翅膀断了 其实它没事 那是双领横 要是有什么东西太靠近它的窝时 它就会假装受伤来转移窝 鸟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有趣 我们可以在那里做个秋千 这是个活门 旁边就做个吊桥 这肯定是鸟林里最棒的树上堡垒 这肯定是鸟林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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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没有人认识这些鸟 不 那可能是因为这些鸟都灭绝了 也就是说 它们都不再活着了 就像恐龙 没错 说得很对 孩子们 你是说它们都死了 很遗憾是的 熊小妹 还有很多即将灭绝的鸟类 就是说 小部分活了下来 说得对 康康 要是我们不注意 它们同样可能会灭绝的 我们怎么帮它们的教授 最好的办法之一 就是保护它们的气息 我今天看到了那种鸟 那只黄的 黄色的鹦鹉 你确定吗 哦 熊小妹 它们现在非常非常的稀少 我肯定就是那只 坐在鸟林的一棵大树上 看看爱拍的照片 看呐 我不敢相信 是黄色的鹦鹉 哦 它正在孵蛋 来不 伙计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检查我们的树 你们的树 没错 我们准备在这建一个树上堡垒 你们不能在这建堡垒 这是黄永武的树 谁说的 是 是黄永武说的 他现在已经在这做窝 正在里面孵蛋呢 鸟可以再找一棵树 这里有那么多树 可是只有这棵最好才能做我们的堡垒 也许他的确是做堡垒的好树 但是你不能为了在树上建堡垒 危害到这只黄永武和他的蛋 是吗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来吧 伙计们 我们继续干活 我们得做点什么阻止打个儿它们 不用担心熊小妹 我们会有办法 看来今晚 我们都没有什么胃口了 你们俩没事吧 抱歉妈妈 熊小妹和我要想个办法帮助黄英武 听起来很严重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黄英武 是一只鸟爸爸 它们快灭绝了 它们又危险 熊小弟和我发现了一只 它在附带就在鸟林里的一棵大树上 听起来是个好消息 是的 可是大哥和他的朋友 要在那棵树上建堡垒 那样会给黄英武和小鸟带来危险的 他们说树是他们的 我们说那是黄英武的 也许有折忠的方法让你们都满意 那什么是折忠妈妈 折忠就是双方意见不同意的时候 一起找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边都做出让步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会满意 哦 我们提了一个建议 让他们等小鸟长大后再建堡垒 他们没有同意 大哥是不会让步的 只有一方会满意 要么是黄英武 要么是树上堡垒 嗯 我在想灰熊律师会怎么考虑呢 为什么说灰熊律师妈妈 因为灰熊律师是鸟林的主人 我想我们要和律师谈谈 你看 律师先生 我们必须要保护黄英武 你们看 感觉怎么样 省不省力气吧 只要我们告诉 灰熊律师堡垒的事 他肯定会支持我们的 我们等着看吧 你们要是来找灰熊律师的 恐怕你们白跑了 他去旅游了 一个月都回不来 帮你 开我 呃 oh 从这些脸上看 我猜不太好 那是华盛律师 那是华盛律师的 他们都离开了 整个月 现在什么要做 你记得前天 当妈妈在她的园展 在同一晚 我还要送我一座 你和妈妈都想要一座 对 所以妈妈提供 她们去困扮 她们去困扮 但她们来到早上 所以我能送我一座 妈妈在结束 你送你一座 但当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用车 从你们脸上的表情 我猜去 灰熊律师那里 办的事情不顺利 灰熊家出去度假了 要一个月 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记得上周有天下午 妈妈要看园艺展 我要去送椅子 当时你和妈妈都想用车 对 妈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她去看园艺展 但早点回来 让我去送椅子 妈妈没有看到结尾 结果你迟到了 但我们让步了 我们都得到了想要的 使用汽车 折中可能是个解决的办法 可对大个儿没用 那里只有一棵树 能够做它的树上堡垒 可是在其他树上建堡垒 你们看怎么样啊 您是说 在另一棵树上建一个堡垒 但是怎么才能说服 大个儿他们 在其他树上建堡垒呢 那就是我们 要采取的折中部分了 我们 您要帮助我们爸爸 谢谢爸爸 那是最棒的树上堡垒 是最大的最大的 你可能是对的 凶小弟 但重要的是 要大个儿他们也这么想 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 大个儿 又来了 别想了 你们不会改变我的 其实我们并不想让你 做什么大个儿 你们想建最大的树上堡垒吗 我来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最大最大的树上堡垒 那不是水球弹钢吗 是一个有树上堡垒 是一个有滑杆的桃生苍 当然是 我不明白 是你们修的吗 不是 但我们可以帮你修 这里 我们会帮你 但是在另一棵树上 但这棵是最好的 这就是树上堡垒 你要帮我们修这个 我爸爸说会帮忙的 你爸爸 我们成交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熊小弟 我现在都听你的 我们可能失去了最好的一棵树 到我们有最好的树上堡垒 我们会一起来帮助你们 但要先帮助黄鹦鹉 你知道我们不想伤害鸟 我们只是想建堡垒 我知道 现在大家都高兴 因为我们有了折中的办法 嘿 伙计们 来看看这个 鹦鹉 小宝宝是不是很可爱呀 很可爱 是很可爱 是很可爱 小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